中国达人秀第五季北京招募活动在东芝门进行了第三场的海选 那自从节目组正式的公布 赵薇将坐镇第五季中国达人秀的评委戏之后呢 冲着赵薇来的选手真的是不在少数 很多人呢既是选手啊又是粉丝 当时这个招募会现场的就有一位选手 他的梦想啊就是和赵薇搭戏 这个理想这个很丰满现实很古堪 不过呢达人秀的舞台就是梦想的舞台 有梦想就来吧 这位想和赵薇搭戏的小选手96岁 不过唱起玉剧来还真是有模有样 我们先帮您在赵薇老师那里挂个号吧 再来看看这位千娇百媚的肚皮舞选手 哇哦是不是有点被惊到了 如此内饶身段的主人竟然是一个小伙子 相比之下旁边的这三位美女可是弱爆了 中国达人秀历琴四届成就了很多草根达人的梦想 同时也给观众朋友们呈现了很多感人的幕后故事 心中有梦想都是为了这个唱歌的梦想 瞧瞧他们的认真劲儿 其实这对小情侣也是为了爱为了得到父母的认可 才来到中国达人秀的舞台 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认可我们的话 我想我的爸爸妈妈都会认可我们的关系 祝我们的爸爸妈妈都身体健康发生如意 此次中国达人秀在北京地区的招募已接近尾声 最后一场招募会将在10月26号 西丹商区77街地下购物广场举行 于是新的地在藏龙沃虎的京城 寻觅下一个中国达人报道 你看了这个招募活动的现场 又勾起了我们看达人秀的那个影